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獅獅獅獅台 好 我們可以準備做主線了 我們先把還給他 誒 我記得會有人物友好 只有兩個人 誒 那不是灌網的嗎 何總管 此趟錶如數送的 或是貴寶號是否清潔完畢 有兩談破損 但數目無物 我這就對錢給你啊 且慢 老何 你先下去 老 老板 您回來了 那 那我就先下去忙了 原來這人就是老板 他身旁這兩人不知是何方神聖 男的面色陰沉 女的卻有一臉笑嘻嘻的模樣 看起來不像是水警房的人 摔破了兩談 這可如何是好 好 張老板 我們在途中遇到了關馬寨的山賊 索性物品並未被奪走 雖然有兩個酒壇損壞 但在下願意擔保 裡頭的貨物沒有短手 呵呵呵呵 張潔心 原本說好要完好無缺交貨的 現在你自己說說 該怎麼辦才好呢 小的 小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女子是誰 為何在水警房直呼張老板全民 張老板怎麼不斷冒冷汗 像是怕著女子似的 這裡頭的東西 你們都瞧見了 裡頭的東西 它指的是水警房 以葡萄酒迷藝發表的貨物 也就是這項東西 選錯會怎樣嗎 不對 剛才我也看見了 酒壇裡裝的不是酒 而是 裡頭的東西 它指的是水警房 以葡萄酒迷藝 不對 對 裡頭的東西 沒錯 就是這棵怪草 看著女人神魅兮兮的樣子 難不成這草 不是釀酒用的 哼 不過是味道難聞的怪草 從蘊酒變蘊草 跟當初說的不一樣 標例也該重算吧 四師弟 不得無禮 這樣吧張老板 你說說這幾棵酒壇子值多少 我們照價從標例中扣去便吃 我 那可不行 有什麼不行的 既然被你們看見 那就不能讓你們活著回去了 只能怪你們自己運氣不好 警司哥小心 這是什麼速度 看得見其手勢 卻根本來不及閃躲 好 師弟 你睜開眼睛啊師弟 他 他沒氣 張老板 今日這事要是不解釋清楚 我開封標局和你沒完沒了 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胖子和老鼠一樣膽小 真是無趣 你們就不同了 你們要留下來陪我玩 哈哈哈哈 你這瘋婆子 警司哥到底哪裡得罪你了 可惡 大夥上啊 給警兄弟報仇 哈哈哈哈 太好玩兒了 他們一起殺正合我意 你可別插手啊 我要好好享受享受 嚴樂 別把人全殺光了 留一些人帶回去 試試要性 試什麼要性 他們在討論什麼 哼哼 這美姐姐 不正要去東陽村抓人嗎 這些人都會護公 就留給我玩兒嘛 好吧 既然如此 就殺得乾淨些 也玩過頭了 哼哼知道 這女人簡直是怪物 身法詭異迅速 開封標局的高手 竟如孩童漫背耍着玩 好玩 实在是太好玩了 人手庄子 果然比木头庄子 看起来顺手多了 严乐 别玩了 赶快把事情解决 人家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嘛 想要玩九点也不成 那我可要认真了 夏大哥 他又要动手了 小心接招 你这疯婆子 套路被我看穿了吧 这小子的武功 不非是 下一招我要尽全力了 你们要乖乖死掉哦 下辈子 记得武功要练强一点呀 这样才能和我玩久一点 怎会了 严乐 住手 你干嘛阻止我 夏大哥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趁现在快跑 你不是要我清理干净吗 为何要拦着我 那个少年可不能让你杀了 为什么不行 放走小老鼠 他会带我们找到老鼠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我就看了另外那个什么夏大哥总行了吧 终于找到你了 两人号 夏大哥 方才那两人 女的招式诡异 男的全身披甲 我看也不好对付 我们还是别证明冲突 以免连自己都搭进去了 可恶 死是地毯 我就这样回去 有何额颜面见师父 此仇先欠战 踏日必定奉还 夏大哥 你还得活着回去 通知开封镖局的人才行 不能让他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 说得对 此仇必报 我们分头逃跑 让他追不到人 若能平安无事 我们开封镖局再见 好 那你自个也小心点 希望夏大哥能平安逃走 我也得赶紧回去找臭老头 你自个也小心点 好 那我們先 趁個檔 先到外面黃黃好了 現在只能去小廳檔 嗯 強迫進入 我記得有什麼死老鼠啊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 變異運行將溜絕開啟四方鎖吧 好 好 四方鎖 OK 欸? 這是要用什麼啊? 每一用都用的啊? 欸?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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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 哦,哪一東西? 銀瓶沒? 哦! OK 好啦 看起來是沒有啦 這哪邊出事吃老鼠啊 我記得那個老鷹會吃啊 這哪邊出事 死老鼠 我要怎麼放你 啊 怎麼放 沒有啊 好 各位這樣看不到我鼠標 鼠標正在尋找中 嗯 好了沒有 可能不是這裡吧 還是不能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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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段時間是什麼時間呢 我們先撿一些東西 我們先我們去看一下那個觀念塔 過一段時間 過一段時間可能不是這個時候了 好啦 因為網路上查說 放完小鼠會有得到一把刀 可能是之後的之後才會得到 OK OK 你這人好面商 你是來找誰的嗎 你 你拿出刀子做什麼 里面的人 快逃啊 嗯 外面好像有什麼騷動 夏大哥 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雙眼無神 對我的聲音恍若未聞 倒像是完全不認得人了 夏大哥 夏大哥 發生什麼事了 你怎麼會變這樣 夏大哥的功力比你就是更強了 不過他似乎陷入了瘋狂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沈娘 原來沈娘會武功 竟然瞞著我這麼多年 而且沈娘身手利落 完全不輸師父那臭老頭 沈娘 別殺了他 放心 他只是昏過去罢了 幫我將他扶至床上吧 我剛好經過附近 看到杜鑑大喊便趕來了 幸好有趕上 風兒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事情是這樣的 我先前軍運酒時 發現酒商走私草藥 整趟標隊遭人滅口 這位夏大哥就是當初和我一起逃出來的 我原以為他逃走了 卻不知為何又出現在此 而且還完全認不得人 見人就胡亂攻擊 嗯 讓我瞧瞧 沈娘 你不只會武功還會醫術啊 不知沈娘是太過專心看著夏大哥 還是不想提往事 風兒 你確定他不是跟你結仇才攻擊你嗎 肯定不是 夏大哥個性敦厚 根本沒有理由攻擊我 他現在這樣反倒像是瘋了一樣 況且標局死了這麼多人 他原該回標局才對 不知為何會出現在此 那我猜想 他這症狀或許是中毒了 中毒 他內力運行的方式極為詭異 感覺像是要一口氣把所有內力耗盡死的 我剛對付他 發現他似乎也感不到疼痛 從這些症狀來看 他極有可能是中了 三生三死癮之毒啊 三生三死癮 那是什麼 哼 你沒聽過也是正常的 我也是小時候聽我師父說過 從前有個藥王一族 他們是代解飲用藥草 對各種藥可以說是如數家珍 百年前他們企圖稱霸江湖 提煉出一種極為陰險的藥 就是三生三死癮 當時許多人被下了三生三死癮 心智被操弄 師徒反目 父子對卡 夫妻互殺 諸如此類層出不窮 釀成無數悲劇 藥王一族 後被各大門派群起圍攻 幾乎滅門 殘餘的藥王族人隱居山谷 直至十年前滅門才不復存在 三生三死癮從此失傳 沒想到今日竟然又看到這傳說中的禁藥 此藥號稱一癮喪志 長眠不息 再癮失神 六卿不認 三癮丟魂 唯命是從 這禁藥可怕之處在於它能操控人心 凡是因此藥的 皆會喪失自我 聽從下藥人的命令 你是說夏大哥是被人操縱了 不錯 對方能做出傳說中的禁藥 肯定非等閒之輩 我只能看出這三生三死癮 還有一品紅和吃去食的成分 至於其他成分的藥材 我就分辨不出來了 最有可能操縱夏大哥的人 便是剛剛那對狗男女 而他們又在利用標局走私不明藥草 不知他們走私的藥草 是否真與這三生三死癮有關 嗯 拿給沈娘看看吧 沈娘 你說的一品紅就是這個嗎 不錯 這就是一品紅 據說一品紅生長的乾燥炎熱之處 在中原極為少見 鳳兒 你這一品紅是打哪來的 這就是我方才提到的走私藥草 我趁人不注意藏了一些 且慢 你說他們走私了多少一品紅 滿滿一整輛馬車都是 這一品紅藥性強烈 只需要一煮草就能煉取毒液 根本無需這麼多 又或者他們打從一開始 就打算大量提煉三生三死癮 什麼 他們究竟有何目的 不管他們在計劃什麼 肯定都會釀成悲劇 一定要阻止他們 可惡 目前連敵人是誰都不知道 只能從三生三死癮的成分 一品紅和赤蓄石著手調查了 一品紅的話還可以去找走私的 開封酒商水景房那邊探查 只是另外這赤蓄石聽都沒聽過 此二物極少在江湖出現 一品紅暫且不提 但這赤蓄石的來源 你可以去杭州找大福叔問問 杭州 大福叔才剛去交妻 不好好在家陪老婆 沒事跑那麼遠去幹嘛 他最近在那邊新開了打鐵鋪 所以比較常待在那兒 他們蘇家 歷代都是以采礦為生 或許會知道赤蓄石的一二 好極了 我這就去找大福叔問明白 三生三死癮的藥方 一品紅的產地 該不會 沈娘 你想到什麼了嗎 這事兒 或許你師父沒與你提過 你姑且聽聽就好 第一次見到沈娘面色如此凝重 我與良仁浩 曾經是同門師兄妹 那我不就要改口叫師叔了 唉 這都是過去的事兒了 與蒼派也早已解散 若不是為了你 你師父也不會再禮蒼派 那時候我有兩個師兄 其一便是你師父良仁浩 而另一位 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情 與你師父理念不合 而離開禮蒼派 這事兒 也間接地導致了禮蒼派的解散 沈娘會提這個 莫非 沒見過的 若只是與你師父有關 我就不必特地提往事了 你的這位師叔 離開禮蒼派後 從此下落不明 我也是多年前才得知他加入了一個神秘組織 這個組織表面勸人向善 但私底下 似在醞釀什麼陰謀 而江湖上 知道一品紅的人少之又少 有取得渠道的人更是屈指可數 而好巧不巧 我這師叔就是有取得一品紅渠道的其中一人 正是 看來我這師叔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啊 其實也不盡然 師娘 有些事兒是要你自己的眼睛去下定論的 是好人是壞人 有時候全憑立場不同 無分對錯 唉 若可以的話 我其實是希望你不用經歷這些的 這三生三死癮至今尚無解法 我先讓他睡一陣子 躲過這風頭再另尋他法吧 得找地方避風頭啊 不好 我們快走 你想到什麼了 方才顧著擔心夏大哥的狀況 反倒忘記一事 夏大哥被人操控後 又來到小溪村肯定不是巧合 我曾告知夏大哥小溪村的事 他們操作夏大哥就是要來將我這知情者滅口 不錯我們快走 哈哈哈 現在要走只怕太遲了 是誰 讓我們找你找好久 壞孩子就要打屁股 李妹 沒想到還能聽到你替我說話 這傢伙 這傢伙就是我另一位師叔 雀艙 雀艙 加入魔尼教後 你還多學會了偷聽別人講話的習慣嗎 原來沈娘說的神秘組織就是魔尼教 哈哈 你們可誤會她了 要不是小沧沧执意要先確認附近有無其他高手 我可是想早點進來的呢 李妹 沒想到師父才講過一次 你竟然能認出三生三死癮 教主下令 凡是知情者都必須滅口 但如果你能加入魔尼教的話 說不定此事尚有轉機 哼 要我加入魔尼教那是休想 嗯 你為何如此執迷不悟 執迷不悟的人是你 你們製作三生三死癮 狐殺無辜民眾 操縱善良百姓 你以為你這樣做 香兒就會高興了嗎 弱小的人 是沒有資格守護別人的 我當初保護不了她 就是因為我還太弱了 但現在 我已經擁有足夠的力量 以後就只有我欺人 絕不容人欺我 你有再多力量 香兒也回不來的 我知道她再也回不來了 我這麼做 都是為了我自己 靴倭倉音 快醒醒吧 你只是被魔尼教利用罷了 我替教主辦事 成為魔尼教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 本為互利關係 何來利用之說 李妹 我再問最後一次 你真的不打算加入魔尼教 只要你點頭 我擔保你成為魔尼九十 絕不 唉 那就休怪我不念當年情分 也罷 香兒在弟弟孤單了這麼久 有你去陪她 也好 鮮娘 我來助你 呵呵呵 小子 你的對手在這裏 好 哎呦 防疫力點 不過反正我相當重要 試著 使用票房和武學 哇 這打得贏嗎 還會跑很快 瘋婆子 小心別把命玩掉了 呵呵呵 你看起來 比開鋒的標示們耐玩 呵呵 我該了 你看我這招如何 解招吧 啊 好痛啊 解招吧 啊 好痛啊 小子 你別亂跑啊 媽媽過來吧 讓你見識我的厲害 呵呵呵 別走開 你為什麼要打我 好像沒有那個開封那個 酸賊 惡霸還強 讓我砍一刀嗎 呵呵呵 不要給你砍啊 你為什麼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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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砍一刀嗎 一點都大意不得 找他 硬 你真有點痛我 耶 好痛啊 嘿 你嚇過 你別亂跑啊 欸 為什麼不能動啊 Bug 不要鬧啊 是我進門卡住啊 在那邊鬧 喔 小子 你別亂跑啊 好痛啊 一點都大意不得 有機可陣 瞧你破綻買褲子 再不出招 就換我過去了 這才趕快回去 瞧你破綻買褲子 你看我這招如何 有機可陣 放馬過來吧 讓你見識我的力 你為什麼要打我 水龍拆石 其中的道理 就讓你見識見識吧 你為什麼要打我 讓我開刀嗎 放馬過來吧 讓你見識我的力 喔 贏了 結束了 你趕緊去幫沈娘 沈娘 這裡交給我 你別過來 小心 沈娘 香兒 香兒 你最喜歡的理解 要去陪你了 那頭血 是你師父要給你的 是你師父要給你的 鳳兒 我一直把你當兒子 是你師父要給你 你先別說話 我幫你執寫 小狗子 和小獅子 就麻煩你了 師娘 你別死啊 師娘 小狗子 剛剛梨妹 教給你什麼 切蒼蠅 還我的沈娘來 不必急 你馬上就能見到她 我要你償命 你師父都不見得贏得了我 就憑你 雕蟲小技 有機可陣 雕蟲小技 你能給我破這一擊嗎 有機可陣 開這招嗎 讓我見識一下 你有多數金錢 蟲小技 可惡 沒閃過 小技 讓我見識一下 你有多數金錢 讓我來試試你的能耐 到最後還是抵不過她們 看來是無法替沈娘報仇了 我還以為師妹必定是把玉佩給了這小子 沒想到竟然只是顆石頭 那石頭 那石頭就留給你們當陪葬吧 當成我最後的慈悲 可惡 身體動不了了 想不到師妹也會搞這種無聊把戲 虧我們還利用標局的標尸隱路 想不到還是白忙一場 啊 眼皮 好沉重 這標尸剛剛的動作 還是有所遲隱 看來這三生三死隱 還很不穩定 無論如何 都得把最後配方找出來 還要找到製藥人才行 走吧 袁勒 人家是袁艾勒 你每次都認錯人 看來是袁勒剛打輸了 所以才讓喜怒哀樂中的哀性格出來了 不管怎麼說 幸好不是袁勒 嗯 怎麼辦 沒問朱玉佩的下落就把這小子殺了 這下要被教主責怪了 別擔心 良人好為了替心愛的徒弟報仇 就會自己獻身的 要是他沒來呢 他絕對會來的 只要他還是一代大侠 兩人厚 臭小子 叫你去買個東西 你買到樹上睡覺去了 早買好了 沈娘 你也到了記不住室的年紀了 我可不想這麼早就開始照顧失智老人呢 敢請我這麼多年 養出隻貧嘴的白眼狼啊 你叫我怎麼跟你師父交代才好 哈 以我的能耐 絕對不會放著你和那兩個小子窮困潦倒的 沈娘 你就放一百個心吧 你才實質 你全家都實質 把我和小獅子的離還來 把離還來 小狗子 小獅子 你們這話就不對了 我全家 不就是你全家嗎 唉 你們哪 都說了少跟他學那些有的沒的 要是長大以後都變成他那樣 該如何是好 像我這麼聰明積聚的男子漢有什麼不好的 這樣沈娘才不用擔心孤苦無依啊 也許是吧 但那也要你沈娘活得到那時候才行哦 你 你是 對了 是你 是你吧沈娘 別走 你別走 把沈娘還來 把沈娘還來啊 仰氣凝神 切勿妄動 是誰 這裡是哪裡 剛才是誰在說話 全身都痛 我只記得被那瘋女人砍了一刀 之後的事 就不記得了 我身上的刀傷怎麼不見了 難不成 我是在做夢 世上竟有這等歧視 我得把事情弄得明白 你是要是我 之後 你也是 既然不得了 是 我在說話 你還是要做過